铁地弓训练 是传统功夫一大特色 但凡以实战为目的 就是必修课 磨盘手 盘出从脚到腰胯的劲 最终传统到手 尽力打通了 气血也顺畅 即便不动手 养生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磨监落跨 监与跨河的关键之处 就在于作为桥梁的肋骨开河 激活后肋骨如鱼塞 松活自如 伟招 展示每一个实战动作的发起时机 进攻线路 以及变化规律 不少传统功夫的低腿技术 都是擂台的 犯规动作 或者对手造成无法修复的伤害 上有分筋挫骨手 下有龙形堵门腿 上下齐发 立体打击 这是行翼拳中 龙形的实战魅力 拳 脚 手 肘 膝 肩 浑身是拳 挨脑是脑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龙形大批 实战是气势磅礴 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招式 但我更希望用来打磨自身 这是功夫的魅力 奥妙再练心